所以刚才讲 他没有想到 这个怪风三驼儿也太可怕了 本来以为说他在行程的时候 他就往北走 往北走 你就打到琉球 打到日本跟台湾的关系 没有那么密切 可是没有想到就一路偏西 一路偏西 一路偏西 这个时候我也佩服 挥达的这个预测 挥达是最早想说 这会在高平登陆 没错 他想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样一路转 结果他真的有可能在高平登陆 然后在花东出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整个台湾都笼罩在 他的暴风半径之内 更可怕的是 他已经开眼了 而且他的威力 正在增强当中 而且这个三驼尔台风 可能是台湾气象史上 最诡异的台风 没有之一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 他生成的速度非常快 礼拜六生成之后 现在已经变成是中台 快要接近上线了 他礼拜三登陆台湾的时候 有可能会是来到 强台的这个等级 强台直接攻击 没错 那我们来看他现在 他现在眼墙已经开了 台风眼的眼墙 眼墙中间来说话 宝贼你知道 你会看到非常多的 闪电的符号 闪电符号包括什么 爆雷的这个现象 爆雷现在告诉你什么 他中心是相当相当强 至少是16 17级的这个阵风 甚至中间风强宇宙 所以他 他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 对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 周边没有任何的 这个山阻挡他 所以他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所以宝贼 他的强度真的还在 持续增强之中 而且你看 我只是扫着烘台 不用我只是周围环绕他 你看到 现在整个花东 整个我跟他讲 现在花东 现在的苏花公路 对 又开始崩磨了 现在整个屏东 整个花东 还有整个菲律宾北边 都是风强雨大 现在他都还没有登陆 他周边这样绕一圈 好在 他的路径 非常非常诡异 我们要讲 原本大家深层的时候 他可能从台湾东部 不能登陆台湾 但是没想到 他的路径一直往西 一直往西 一直往西之后 抱歉 他突然之间会来一个 神之鬼切 往北转 往北转之后 从台东 可能会从高雄 或屏东这边登陆之后 这可能对台湾 影响相当巨大 因为没有护国神山 过去台湾都是 从东边上海之后 护国神山会先让它减弱 就没有 他这次等于是 在这边神之鬼切之后 往北转之后 直扑我们的高雄 屏东而去 所以高雄屏东 恐怕这次会 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 对整个高高屏地区 造成非常严重影响的敏都立 敏都立其实没有 直接冲上来 是周边环流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大家就想说 像以前77年前 那个非常可怕的赛洛马 是 我小时候都听过 对 没错 造成1977年的赛洛马 对高雄造成 非常大的损害 这一次恐怕 有可能我们不想看到 但是大家要格外小心 为什么 第一个 保健 因为它风直接往北转的时候 往北切进去的时候 它登陆的南边 风会非常非常的巨大 所以那个地方 可能会承受到 16 17级风 再来 因为现在刚好碰到 天文大潮 然后另外一个 它风吹进来的时候 会有那种爆炒而来 与我们知道 菲律宾当初 曾经这个 为什么海 海燕台风 海燕台风这么强 因为暴风潮这样过来 当时可以推起 10公尺的浪 所以这次我们很担心 这个推浪 再加上说 本身的天文潮的时候 会往高雄去 所以这有两个 非常可怕的 第一个 它的结构版 要在没有任何的阻挡下 直接有可能冲上了 高高屁 第三个是 刚好碰上天文大潮 对 再来 它会沿着这个河流 因为我们知道河流 都是这样的 沿着河流这样上去的时候 山区恐怕会承受 非常大压力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对这个山托尔 钓鱼轻轻 现在国区都已经做好 相关的准备 南部现在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放假 所以大家真的要 格外小心这一次的 这个山托尔台风 我们来讲 其实它的中心 也并没有直播 菲律宾而去 它也在周围经过菲律宾 但我们看 菲律宾现在这个山托尔台风 只是周边扫过以后 它现在已经有强风 现在已经开始淹水 你看到 现在菲律宾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对 没错 这就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就是菲律宾的画面 菲律宾北部已经出现 包括说大浪啊 大风啊 甚至是已经出现淹水的这个状况 那你想说 你看这个已经下雨下落 你已经完全看不到 目前的这个状况 浪是多么高 对 那你想说 它有登陆吗 没有 保险 我跟你讲 山托尔台风目前在这边 它在这边的时候 它的菲律宾其实在这边 其实它没有登陆菲律宾 它只是外围环流 绕过菲律宾 就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可是你刚刚看 那个浪也太大了吧 对 那你根本不用讲 我们今天下午的话 已经看到我们台湾 有部分的灾情 包括说花冬 这个惠德隧道 已经有土石流 狂蟹的一个状况 因为目前为止 风很大 雨很大 目前在打我们的花 海岸山脉这一带 所以这一带来说的话 其实尤其是经过 今年4月3号的地震之后 这个地方土石松满 大家要格外留意 尼管包括说恒春 恒春今天下午的时候 已经中午很多爸妈 被接到通知说 小孩子赶快接回去 我们中午以后 已经开始放假了 甚至花这个大五香 这个地方 风大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台湾真的都要 格外警戒 风大雨大那是一定的 因为这一次 它往上冲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 没有护国声声可以阻挡 所以风大雨大会一定的 但是而且 它有一个比较诡异的事 过去如果你这么强的台风 都会走得很快 但是这一次走得非常慢 走得很慢 它有可能在台湾 这个南部登陆之后 穿过去花莲 然后可能影响台湾 全台的时间 可能会高达12个小时以上 所以这次 或许有可能会放两天 但是大家 在放假的过程里面 一定还是要做好 防台的相关的这个措施 所以现在被认为说 现在可能台中苗栗 这个地方 稍微比较少一点 除了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会很严重 对 没错 那这次影响最大 主要是因为 它来一个神之鬼切 保抵那原本原本 世界各国的气象 都是认为说 它会穿过台湾 台湾东部 那只有挥打 挥打是很早就独排中心说 它绝对会从这边穿过去 结果没想到 真的 这次挥打算对了 所以说 之前我们就有讲过 挥打跟台湾的气象局 我们有合作 我们用这个AI 来预测这个气象 这次只有挥打 是直接认为说 它会一直到了西边 然后直接会在台湾的高高平 但落 没错 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造成的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要 事实上目前为止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了 花洞之外 你看现在 小天想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山区这个地方 绝对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另外一个就是绿岛 绿岛目前为止 也是 因为也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已经有出现 非常多的泥流的状况 那除了成功之外 富岗也是大浪 甚至连荷欢山上面来说 都出现非常大风 所以这一次 大家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它的这个运行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都生 当然也就拍了杨毅生 我的母校 武化大学 我看到那个样子 你站都站不住了 对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次是风大雨大 现在已经包括南部的山区 很多地方来说 都已经被认为说 这一次的所谓的降雨量 可能会破千以上 所以大家真的要 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个状况 你说你刚才讲的 它不但是风非常地强 这次雨也非常大 而这个雨累积雨量会破千 对有可能会破千 所以这次南部 真的要格外小心 特别是高平 高平那个地区 好那我们就讲 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它最有可能是 可能在屏东跟这个高雄的 这个中间会穿出去 不过目前为止 还在演算之中 有可能会略为天北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啦 这个对台湾的影响 也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 它接下来走了这个 可能的路径 这山陀额台风实在很难搞 第一个它的名字实在很难念 大家不觉得吗 不小心一下 淑地就念成三魁儿还被投诉 讲这么辛苦还被投诉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从今天下午过后 它一直每小时六公里持续 一直往西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直在往西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其实它真正 接下来这路径上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所以这个台风 真的是非常难以捉摸掌握 好那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擂茶跟风场图来看的话 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外围的云带 现在外围的雨带 现在一直在侵袭的花莲跟台东 所以花莲跟台东一直 目前都还是有强降雨 时雨量都是在20跟30以上 除了东半部有强降雨之外 因为雨带过山 所以现在晚上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明显增加了 另外在风跟浪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现在在蓝雨 已经刮出了11级的强震风 那么另外在成功 其实也已经有9级 而且在恒春以及新屋 也都有10级到9级的强震风了 当然了未来这几天 大家很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雨区预报上面 其实因为明天整个降雨来说 跟风来说 整个花莲台东恒春半岛 明天是风雨达到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南部其实明天晚上 风跟雨也会明显增强 到了礼拜三说实在的 全台湾都笼罩在山陀儿台风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一天当中 全台各地其实是风雨 最明显 而且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这个礼拜三 其实全台湾要放台风架的几率 可以说最高的 到了礼拜四 其实台风逐渐要远离 可是礼拜四的时候 暴风圈还是笼罩在北部 跟宜兰东北部这边 而且这个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比较有持续性的强风跟豪雨 那么因此在礼拜四北台湾 其实还是有放台风架的几率 所以最后熟悉整理的一张重点 我们就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首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山陀儿台风 有可能成为最强登陆高雄的台风 但是它登陆的这个路径 还有登陆的地点 其实后续还有变数 我们还是要持续在观察 另外这一次在南部 不管是在哪边登陆 事实上对于南台湾的冲击 可以说都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一次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小心防灾 放台风架的几率 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礼拜二花莲台东南台湾有机会 礼拜三全台各地都有机会 到了礼拜四 北台湾是有机会放台风架的 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时间交给雨淑 我们就从最新一报的警报区域图 来告诉大家 目前针对三土耳台风 它最新的一个动态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三土耳台风 它的暴风圈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接触到恒春半岛 目前到现在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整个恒春半岛 现在就是笼罩在 它的暴风圈范围里头 所以在刚刚的新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恒春半岛 现在是风强宇宙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以海上台风警报跟陆上台风警报 其实都还是维持一样 因为陆上警报 就是从高雄以南 到恒春半岛以及台东 现在都是陆上的警戒范围 那么海上的话 则是整个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的南部 一直到东南部海域 到目前为止 整个风跟浪的部分 在这个蓝雨 已经出现了7.7米的浪高 这是目前观测到最大的一个浪高 那么风的部分 也是因为恒春的满洲 还有像是蓝雨这边 是最接近整个暴风圈的 所以像是满洲这边 最大阵风都已经出现12节了 那么蓝雨也出现到 10级这样的一个强阵风 现在以强度来看 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的上半天 三坨儿台风就有机会 从中度台风 晋升为强烈台风了 所以这个台风 大家真的是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以对 路径上又是如何 我们从世界各国的路径 还有中央气象署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翻遍了历史以来 所有台风的记录 我们几乎找不到 跟三坨儿台风 一样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 这次三坨儿台风 走的这个路径 您可以看到 从现在 如果包括了中央气象署 跟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这个登陆点 现在比较趋向一致了 也就是在南部登陆 其中又以高雄登陆 现在看起来 是几率最高的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出海的部分 到底在哪边出海 现在看法是相当分歧的 有的认为会台东出海 也有认为是花莲出海 甚至也有认为 是在移花之间出海 所以这个台风 接下来其实在路径上 还有一些变数 那么尤其在明天下午的 这个北转 就是一个关键了 当然了 接下来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要提醒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了 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 暴风圈是已经触路了 什么时候 这个中心会登陆 现在看起来 因为整个速度放慢了 所以影响时间 真的是往后一直拉 我们可以看到 预估现在登陆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三到五后 来登陆了 一登陆之后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由于这一次 如果真的是在高雄登陆的话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高雄 高雄的湘星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将会是历史以来 登陆高雄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三开始 整个如果一旦在高雄登陆 那南部将会面临的是 致灾性的狂风跟暴雨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 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要尽早做好准备 那么另外 接下来还有就是 礼拜四这个时间点 就是差不多凌晨这个时候 整个暴风却是笼罩全台 所以从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四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三途台风 影响台湾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 你可以看到 整个时间拖到礼拜五 礼拜五的清晨 差不多四点左右 暴风圈才渴望脱离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还是会根据三驼台风 它的速度 以及它的路线调整 而滚动式的调整 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 随时锁定我们的气象时间 这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放不放台风 今天还是要来看预报的数据 最新台风的动态 我们请熟悉告诉大家 好的 现在我们就先透过 这个卫星云图 整合了雷达回波图 先来看看三驼儿台风 这三驼儿台风 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而且因为它行进速度慢 再加上海温够高 另外风切很小 所以它还会持续在增强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上半天 三驼儿台风就有机会 变成一个强烈台风 那么一旦变成强烈台风 来说的话 当然对于它风跟雨的影响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算说它这一次看起来 是直扑这个南部 而且有机会在高雄一带登陆 如果它真的是在高雄一带登陆 就算受到地形的破坏 从强烈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上线的台风 但是它还是一个 创造历史上登陆高雄 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南台湾的一个影响跟威胁 势必破坏性是相当高的 所以问如何对南部来说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现在我们受到的 都还是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部分地区台风都还没有来 这已经开始有一些灾情出现了 那么今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台东目前都有这种强降雨 甚至大雷雨 使雨量来说 花莲万荣有32毫米 太马里也有18毫米 我们再来看看 从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东西大不同 东台湾您可以看到是好大雨的 尤其现在雨量累积最多 就在花莲的瑞税 今天下来已经累积了181毫米了 那么在西半部 却因为台风强烈的东风 背风沉降 所以在中台湾出现了沉降性的高温 今天中台湾非常的热 最热的地方台中的风源 飙到了36.8度的高温 就算这个鹿港这边也有35.6度 好了 接下来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的请大家 好好的小心整个台风 未来的走向还有它的这个路径 因为从这个浅势预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途儿台风它走的这条路径 明天开始下半天 开始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弯 这一北转之后它的角度 到底会从南部的哪里登陆 这就非常的关键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高雄的几率最高 但是出海其实世界各国的路径预测 看法还是相当的分歧 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登陆的话 现在因为时间放慢了 所以是在明天下午 中心有机会在南部登陆 出海的话要拖到这个礼拜四的清晨 那么要小心的就是从登陆到出海 这一段时间 整个三途儿台风会在台湾上头 持续影响将近12个小时 或14个小时的时间 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那么停留这么久 当然对台湾陆地的破坏 就会相当的大 虽然它登陆之后 强度会迅速的减弱 但是还是不能够小看 它所带来风雨的破坏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的清晨 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本岛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看风雨的影响 这风雨影响其实最剧烈 就在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 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时间 这其中又以礼拜三 因为暴风圈是全台笼罩 再加上中心在礼拜三的下半天 有渴望登陆南部 所以整个风雨最剧烈 就落在礼拜三 但是对于东半部来说 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整天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就是花莲台东恒川半岛 其实影响最剧烈 是在明天的时间 那么在南部地区 明天晚上开始 其实风跟雨也会明显的增强 但是南部现在整个风雨最强 应该还是会落在礼拜三登陆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 从礼拜三的下半天 到礼拜四的清晨这一段时间 在南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台风 在这个登陆之后 它所带来的这种致灾性的狂风暴雨 甚至里面很有机会会引起沿海海水倒灌 或者是风暴潮这样的一个灾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小心谨慎 那么东半部来看的话 其实最强的降雨 在礼拜三是已经过了 但是还是持续会有豪雨 风的部分在东半部 礼拜三会开始减弱 但是礼拜三因为受到东北季风 再加上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地区这种豪大雨 强风豪雨将会持续到礼拜四的时间 就算礼拜四整个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北部地区还是持续受到 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还是局部会有这种豪大雨出现 尤其在北部山区 还是要格外注意小心 那么因此看完熟里讲到的这边之后 大家应该要好好不管全台各地 尤其是在东半部 更何况是在南部 是这一次看起来影响是最剧烈的地方 那么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时间再交还给主播 好的 气象署已经针对了 山陀儿台风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接下来对台湾的天气影响 真的不容轻忽 对吗 详细状况赶快把时间交给熟里 好的 家如各观众朋友 我们赶紧就先透过 中央气象署的浅示预测图 先来看看台风的最新路径 山陀儿台风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那么气象署也已经在今天凌晨 两点半的时候 针对山陀儿台风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现在最不能够确定的是什么 现在最不能够确定的 就是它到底什么时候北转 从哪边登陆 因为它的路径一直从昨天到现在 不断的在西偏 那到底要西偏到什么时候才北转 这是完全到目前为止 大家都没有办法确定 而且在观察的 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最新的 这一个浅示预测路径 你可以看到现在山陀儿台风距离台湾 差不多250公里 现在都还是在朝的西北溪的方向走 只是它真的走得很慢 没有导引的势力 完全靠它自己本身的动力 每个小时9公里慢慢的在走 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就是中央气象署 现在最新路径是朝着高平地区来登陆 然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通过台湾 然后从花莲这边来出海 但是这个路径要告诉大家 还是会变动 还是有变数 好 接下来我们再从警报单当中 就来看看 现在山陀儿台风它的海上警报 陆上警报都已经发布了 而且暴风圈从昨天到今天 是不断在扩大 现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 扩大到了200公里了 所以整个暴风圈 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巴士海峡 因此现在海上的警戒范围 包括了台湾的海峡南部 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 还有东沙岛海面 陆上警戒今天清晨两点半的时候 已经发布了 目前首当其冲的 包括了像是恒川半岛 屏东以及台东 是现在路上警报的范围 那么这一节我们花比较多时间 来讲风跟浪的部分 因为就风跟浪来说 在蓝宇这边都已经出现了 7.7米的浪高 因此从下一张图 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开始这个风浪 就会逐渐的开始明显增强 首先在浪的部分 在今天晚上 台湾附近海域就不排除 会有6到8米左右的浪高 尤其在台风的环流本身之内 台湾海峡今天大概也会开始出现 4米左右的浪高 那么现在来说 因为这蓝宇这边 目前已经侦测到最大浪高 已经来到了7.7米 台东这边东南部海域 也已经有4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风的部分 这张图是24小时的 风力预估的部分 以今天来说的话 事实上风的感受还没那么强 只是当然随着外围环流 所以还是有阵阵的强风 今天风感受会比较明显 还是离台风最近的 恒春半岛跟台湾的东南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包括蓝宇跟绿岛来说的话 目前出现的最大阵风 蓝宇这边已经是有10级左右 那么在玉山这边当然也有7级 另外就是北边 我们说的这个脚影效应 台风从南边来 所以一南跟一北 都会是今天风力感受会比较明显的 那么以北边来看的话 北部沿海今天差不多 可以来到7到9级的强震风 那么当然在山区的部分 风就会感受当然就更强劲 那么所以这一张图 我们的用意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为什么从现在一直到这个礼拜 我们呼吁海边海上活动要禁止 还有山区你可以发现山区的风 是比平地的风是更强的 所以所有要去践行的 要去登山的麻烦大家 顾虑到大家的安全 千万不要再去 也不要浪费社会的资源了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从今天到明天整个影响 风的部分这一张图要告诉大家 现在风是逐渐在增强 那么这一张图我们用Windity 最强的风开始出现 会是从礼拜三凌晨之后 整个礼拜三到礼拜四风 因为台风就在台湾的 东南部海域中心这边 所以挟管效应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台湾海峡 一直到西南部海面 礼拜三之后的风浪 甚至都不排除会有 八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在沿海的部分 最大阵风也不排除 将会有十级以上的强阵风 所以影响最强 就是在礼拜二到礼拜三 大家所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也是会落在礼拜二跟礼拜三 只是部分地区可能有机会两天 但是大部分地区恐怕只有一天 完全取节的 就是台风的登陆的路径了 所以最后透过影响时程 我们提醒大家 今天都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么要特别注意 整个降雨热区 会锁定在恒春 还有台东以及花莲 西半部地区 熟利刚刚一直没有讲 现在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过三沉降 今天在中部地区 尤其从苗栗到彰化 会有焚风的现象 会有出现沉降性的高温 甚至高温会超过36度以上 明天台风开始侵袭 最主要的降雨 风雨最剧烈 也是锁定在东半部 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那么明天高温沉降的范围 会落在新竹到台中这一段 也会有出现将近36或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就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吧 时间交给家如 从原本的盛英年转导 转到了反盛英年的这过程里面 所以在今年像是 以台湾附近周边的海水来讲 温度相对海温条件都是比较高 所以现在它的走路走向了这么的奇怪 会不会是跟极端天气有关系呢 尤其在这个山土尔台风来讲 它其实有一个数据要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在过去这个浅蓝色这一条线 其实代表的是热带性低气压的时间 那么接着这浅浅蓝绿色的线 代表的是轻度台风 可是它就从这个转到了轻度台风 再转往了中度台风 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只花了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从原本的热带性低气压转为青台 再转为中台 为之所以这么的快 就是因为海温条件非常的好 这是目前的海温条件 比较偏红色呢 大概现在温度都还有来到了30度 但是过去这几天 其实这边的温度甚至还来到了31度 这样子出现了反盛英年的暖水区 不只是在我们西北太平洋 其实包含了大西洋 今年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 这个贝罗飓风 其实也打破了大西洋非常多项的记录 因为它是史上最早的5级飓风 你看它这个视力范围确实强度也蛮好的 甚至它也是在短短的24小时里面 从原本的热带风暴 就已经增强为一个4级的飓风 也是因为海温条件非常的高 加上风切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还被形容说是一个怪兽飓风 甚至打破了将近60年来的记录 因此加勒比海这边的岛国还受到了重创 好多人也因此丧命 因此为什么现在这一些台风跟飓风 都跟极端天气有关系呢 甚至包含了路径的预测越来越困难 我们看到了目前像是以山陀儿来讲的话 世界各国预测路径预估 很有可能都是从高雄屏东一带来登陆 但是未来要出海的这个路径 可能是介于宜蘭到花莲之间 这条路径光是从它这边 从南往北的路径就很难预测 因此像是气象鼠它过去就统计了 全台湾最常见的这些台风路径 一共有9条 123456789 你看一看就是没有山陀儿的这一条 所以山陀儿就是第10种的特殊路径 这样子的特殊路径呢 其实在比例里面非常的低 只有4%而已 过去有这些特殊路径的 还有哪些台风呢 看看下面包含了2014年的凤凰台风 还有1977年的赛洛 这些也都是被归类在 第10种特殊路径的台风里面 就是因为这种台风路径非常的罕见 尤其如果说同样都是以高雄登陆的话 上一次比较严重的就是赛洛马台风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山陀儿 也是从高雄来登陆呢 一定要赶快的戒备 因为现在路径的变动数还会是有 加上预估明天上半天 有可能就会增强为一个强烈台风 现在看起来整个台东的山区 已经是大豪雨等级 预估这个雨要直到了周四的时候 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尤其嘉义到屏东 还要盛防可能出现风暴潮 以上是这节最新 其实目前整个中度台风 山陀而距离台湾 大约还有170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你现在整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很明显已经可以感受到 它的外围环流云系 接着都已经开始影响到了 尤其在刚刚过去这一个小时里面 其实包含了宜兰的南澳 或者是包含了罗东武捷这一带 都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预计这个大雷雨 还会持续大概下个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除了包含了宜兰以外 其实像是花莲跟台东这些地方 现在也是属于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 另外包含了恒春半岛 现在的雨都还持续在下 所以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雨量最多地方包含宜兰南澳 现在食雨量来到了25毫米 至于台东的盐平呢 现在食雨量大概也来到了22毫米 以一整天累积下来现在在花莲的封闭 这个地方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150毫米 这个雨越晚会越明显 尤其这个雨呢 现在除了是东半部地区以外 所以整个台风逐渐往西移动的同时 其实包含了高雄的山区 以及包含了屏东的山区 这个雨呢也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透过了浅室预测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台风的地方到底距离台湾有多远呢 目前它距离台湾呢大概是俄网比 大概有160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尤其呢在刚刚过去这几个小时里面 它的速度啊 时速都是从每小时9公里 降到了每小时4公里 预计呢还会往西北的方向稍微的移动 一直要到星期二的下半天 它才会逐渐的北转 尤其现在整个导引气流非常的不明显 因此未来北转的角度到底会是如何 预计呢整个南部地区都会是影响的最剧烈的关键 尤其现在看起来它会从哪一个地方登陆呢 当然高雄屏东都有可能 不过现在看起来以高雄的几率相对会是比较高 如果说未来它的路径不变的话 现在呢是属于一个中度台风 近中心风速来到了每秒45公尺 可是呢这个强度还可能持续再增强 甚至呢有可能达到中路台风的上限 甚至达到了强台等级 尤其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有可能还会持续再扩大 所以未来呢这段时间里面 海温条件还是非常的好 山陀尔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几乎是一个巅峰等级 因此呢整个暴风半径都会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尤其现在看起来如果说是以高雄登陆的机会 是最高的话 在它登陆之后预计要一直到了整个宜兰花莲一带呢 有机会会从这边出海影响台湾它整个中心登陆台湾的时间 可能会拉长来到了12个小时 因此这个雨降雨的状况将会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透过了风雨时辰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最明显的雨会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啊这个雨现在看起来呢将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包含了双北市地区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变化 尤其现在看起来预估会是在周三的中午之后呢 它的重心就会登陆到整个高雄屏东一带 而至于它整个七级风暴风半径笼罩台湾最多的范围 预计在星期三的深夜的时候才会是全台影响最明显 所以目前看起来速度又很慢 但是它又持续的长大长胖当中 当然对于台湾的降雨影响就会是非常明显 什么时候雨时才会逐渐的缓和 预计看起来要直到了周四的深夜 整个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 因此现在看起来降雨的时间拉得非常的长 今天才星期一而已 大家可能感受山途而台风好像东半部有一点雨 南部地区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要告诉您的是 未来降雨最明显时间点将会在周二还有周三这两天 整个雨都会是非常的明显 因此现在看起来明天台风正式侵袭之后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雨就会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中心通过的时间点预计会在周三的中午这段时间 因此目前看起来如果它的路径稍微再往吸收一点 那么吸收之后再往北部来移动的话 可能南部地区未来将会是属于狂风暴雨等级 因此南部地区的雨一定要小心 不只是降雨还有包含了风浪市井也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现在包含了气象署都说了 它的路径这么的不明显 尤其未来导引气流也是不明显 所以包含了沿海的浪都是非常的大 现在包含像是在整个波浪的部分 其实像是蓝雨已经观测到了7.7米高的长浪 这个浪在靠近台湾的龙石 还可能来到高达八级左右的这个浪高 那么至于强震风的部分 只要小心其实包含了整个桃源以北地区 可能7到9级的强震风 而至于南部地区可能会有9到12级的强震风 因此气象署现在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一定要小心可能会出现海水道观 甚至有可能出现了风暴潮现象 时间交给家瓦